第四集 高层的足够重视 原来凯瑟琳正在参与一个外星生命探索计划 他将音乐作为全宇宙的通用语言发向太空 这次接受到的高频信号可能就是外星生命的回应 不过其中要表达的含义就不得而知了 在座的大佬们议论纷纷 这段信号到底是有好的问候 还是威胁的警告 凯瑟琳对此也没有好的建议 只能加败人手 在天文研究基地继续观察 谁知当天夜里 雷达检测到有大量物体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接近地球 还不带它们有所反应 未知物体就穿过大气层 带着长长的火焰砸向地面 研究所众人紧张的冷汗直冒 可几分钟过去了 想象中天崩地裂的场景并未出现 根据现场传回来的图片 掉落下来的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块状物 仅仅在地面上砸出几个深坑而已 根据初步统计 类似的坑洞足足有2500多个 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 官方立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所有学校和机场暂时关闭 呼吁所有居民待在家里 而检测人员也很快抵达坠落现场 确认砸入地面的是一种圆形金属物品 周边并未检测到生物化学元素 只是磁场比较强而已 虽然暂未发现什么危险 可凯瑟琳心中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友好问候的方式 于是立刻拨通妹妹索菲亚的电话 让她尽快赶到天文研究基地 毕竟这里相对来说安全许多 不过几个小时过去了 这些金属物品再也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周边磁场的强度和宽度正在增加 凯瑟琳猜测可能是外星生命正在扫描地球全貌 可忠孝却觉得没这么简单 因为金属球的降落地点 全都在人群密集的地方 说不定是种未知的武器 此时所有检测数据已经上传到服务器 专精电磁场的教授比尔正在电脑前发呆 他曾经得出过一个研究发现 感应电流能够影响人类的大脑活动 如果将它的宽度放到足够大 那么很有可能危机到生命 现在金属球的电磁场正在不断变强 比尔推测人类很有可能迎来一场灭顶之灾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给任职于国防部的儿子 建议对方赶紧疏散居民前往地下室或者金属空间 可这明显超出了儿子的权限 安全部长认为疏散的代价太大 而且这个推测没有实际依据 随口拒绝了疏散的提议 好在这个男人十分相信父亲 考虑良久后 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条地球即将遭遇袭击的消息 其实也不用他的提醒 很多居民已经处于追追不安当中 家庭主妇沙拉给出差的老公打了一通电话 约定前往住在远郊的祖父家碰面 此时的街道已经被汽车堵得水泄不通 沙拉一家人简直寸步难行 正在商量要不要下车时 忽然天上飘出一抹光亮 这是强磁场影响大气层的结果 不用猜也知道 更大的灾难即将降临 路上的行人开始混乱起来 沙拉知道不能继续等待下去 连忙踩下油门 掉头朝旁边的地下车铺跑去 一番急迟下来 很快绕过拥堵入断 接着立刻下车 顺着杂乱的人群朝地下车站跑去 就在这时 天文研究所的忠孝发现 派出的侦察机全都无故致毁 紧接着灯光开始闪烁 凯瑟琳立刻察觉不妙 连忙打给妹妹询问到哪里了 可此时的索菲亚被堵在路上不得寸净 凯瑟琳让她赶紧下车 去找山洞之类的岩堤躲起来 就在这时 电话信号中断 基地内的电力也飘忽不定 忠孝联盟疏散所有人员 前往地下避难所 电话那头的索菲亚还在纳闷 抬头看见天上的磁场亮光越来越强 路上的汽车也突然熄火 她想都没想就开始狂奔逃命 就在下一刻 整座城市的电力全部中断 世界就像被按下暂停键 顿时变得安静无比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名黑人男子从油灌车中钻了出来 报废的汽车远远看不到镜头 本该车帅马龙喧嚣的道路 现在却变得死寂一片 想不到真被老教授比尔猜中了 散落在繁华城市的金属球 释放出强力电磁场 几乎收走所有人的性命 这场灾难虽然来得无声无息 可给人类带来的创伤却无比巨大 这名黑人男子也是命大 晚上在港口偷盗时 不小心被守卫发现 于是爬进一辆空的油灌车中躲避 却不想恰好躲过电磁灾难 同样幸运的还有沙拉一家 在地铁站中成功逃过一劫 天刚亮就顺着人群来到街道 当看到随地散落的尸体后 几人感受到了彻骨良意 好不容易坐上汽车 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启动 沙拉只好选择不行 她还是决定前往祖父家 因为之前已经和老公约好在那里碰面 尽管不知道对方现在是死是活 几人就这样走了整整一上午 恰好经过一家大门破损的商店 他们决定先填饱肚子再说 却不想这里也躺了两位死者 几人对此已经麻木 正准备打包一些食物带走 水之其中一位死者突然开口求救 仔细一看 居然是在油罐车中幸存下来的黑人男子 原来他要比沙拉一家人 早一步来到这家商店 正准备补充一些生活物资时 水之商店老板突然出现 一言不发就扑了上来 小黑只好无奈开枪 虽然成功将对方击毙 可他自己也被刺中腹部 好在遇到沙拉一家人 连忙开口寻求帮助 但沙拉却面露难色 现在自保的困难 想要救人弹劾容易 善良的女孩艾米莉主动 拿了一瓶水滴给小黑 并表示会找人来帮忙 可小黑察觉到 沙拉一心只想离开 果断出手抓住艾米莉 威胁沙拉赶紧去找医生 老母亲连忙点头答应 其实小黑也不想为难善良的艾米莉 随即松开了双手 沙拉见着 立刻带着艾米莉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也许小黑已经猜到 沙拉一家人并不会帮自己找医生 想在末世下生存 凡事只能靠自己 有发电机发电 可还是无法和上级部门取得联系 不过收音机里 时不时传来一些奇怪的声响 忠孝大胆猜测 可能是外星生物发出来的 不过凯瑟琳现在也顾不上这些 一个人匆匆朝着山下走去 她要去寻找自己的妹妹 自从父母双亡后 妹妹索菲亚就成了她唯一的亲人 当凯瑟琳抵达塞车路段时 一眼就看到妹妹的车子 好在并未发现对方的尸体 她觉得妹妹应该听从了自己的建议 躲进了某处山洞中 于是她又朝着山林走去 却不想郑主没遇到 却发现一位幸存的小女孩 之前她在一处山洞里逃过一劫 可父母却不见踪影 凯瑟琳不忍心丢下小女孩 只好带着她一起找人 忽然从树林中冒出几个黑影 仔细一看 正是保护凯瑟琳的忠孝一行人 她觉得应该立刻回基地才行 因为谁都不知道 下一波电磁攻击什么时候到来 可凯瑟琳坚持要找到妹妹 忠孝没办法 只好带队陪她一起找人 好不容易在一处敲壁 通过高背景 看到有人在超市里疯抢物资 凯瑟琳觉得妹妹可能也在那里 觉得有必要过去寻找一番 可当大家抵达超市时 立刻发现不对劲了 之前哄抢物资的人群 全都消失不见 周边静悄悄的 甚至还有血迹残留 所有士兵提高戒备 分成几组开始四处搜查情况 其中两人在一个房间中 看到许多惨死的尸体 身上的血迹表明 这些人并不是死于电子攻击 心中顿时升起不好的预感 与此同时 正在外面警戒的一位士兵 突然中枪倒地 所有士兵连忙开枪反击 只不过好几位士兵倒下去 甚至还没看清袭击者的模样 混乱中 凯瑟琳带着小女孩躲进超市里 却不想很快就被盯上 当她感觉到有东西越靠越近时 忽然枪声响起 原来是钟校待人赶到了 这时候凯瑟琳才察觉 那名女孩不见了 于是连忙四处搜索 却不知女孩也感觉到 有东西正在靠近 连忙躲进一个冰柜中 可在下一个 冰柜的玻璃门被打开 当大家顺着声音找到冰柜时 女孩已经变成冰冷尸体 钟校觉得这里实在太过诡异 夏令立刻返回基地 可所有人心中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难道超市的袭击者真是外星生物 否则为什么会如此残忍没有人性 以上就是世界之战的第一期内容 下一期将揭开外星生物的神秘面纱 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